1. 特朗普估计有点烦,辛辛苦苦很多天,逆差还不如没发动贸易战前,因为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, 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463亿美元,比上个月剧增了7.3%,四个月以来首次扩大,而且,这个逆差数据,也是19个月来最大的数据,也就是说,现在的美国贸易逆差,比特朗普上台时还要高,而且达到了最高,要知道,特朗普对贸易逆差最深恶痛绝,总认为美国吃了大亏, 于是发动了关税贸易战,但哪知道,关税似乎根本没起作用,美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,这不是老天爷在跟特朗普开一个大玩笑吗? 你让特朗普情何以堪啊?要知道,特朗普的一个口头禅,就是,贸易战很简单,我们肯定赢,但数据却真很打脸, 6月份几个特朗普最敏感的数据吧,根据美国商务部,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,增长了0.9%,美国与墨西哥贸易逆差,增长了10.5%,美国与加拿大贸易逆差,更是暴增了39.7%, 中美贸易基本没什么变化,但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出口再大幅增加,估计特朗普要气炸了, 2,这届美国人民,看来真是不行,还是从数据看,6月份美国总出口,下降了0.7%,为2138亿美元, 6月份美国总进口,增长了0.6%,为2602亿美元,出口是下降的,进口是上升的,要知道,6月份钢铝贸易战已经打响,中美贸易战即将开始,赶在关税加征钱,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出口暴增,但美国人还是太想买了, 虽然特朗普一再号召美国第一买美国货,但美国人竟然没有响应,还是在全世界买买买,以至于出现打脸特朗普的事情,特朗普可能想不明白,但在很多经济学家眼中,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,大概几点吧? 一,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,很多产品美国不生产,只能泡进口,很多产品不从中国买,也是从其他国家买,你总不能让美国人不买吧? 二,这是消费习惯的问题,美国人就是不爱储蓄,就是爱消费,经济不错,消费更大手大脚,自然进口就大增,你总不能美国人钱挣多了,还一定要号召大家雷紧裤腰带吧? 三,这是美元升值的结果,美元升值,美国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,这也是很自然的,你总不能什么便宜都占着,美元既要强势,其他国家还傻不愣登地抢购昂贵的美国商品,也就是说,美国逆差是结构性的,这不是贸易战能够解决的,除非美国能生产所有消费品,除非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爱存钱,除非美元比里拉, 卢布还要疲软,尽管贸易战打得这么狠,但更让特朗普大跌眼镜的是,接下来半年,这种结构性逆差还将持续,甚至还可能要扩大,因为一些因素也明白着, 一,因为贸易战,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了,那接下来几个月,这一,快的出口会出现大幅下降,二因为贸易战,中国商品卖不到美国了,那美国人只能够买性价比差的其他国家商品,那意味着进口同样数量的商品,美国人花费的要更多了, 三,还是因为贸易战,美国商品也被加征关税,美国出口也会下降,那美国逆差更会加大,本来,中国还保证尽可能多进口美国商品,现在一切都黄了, 银行的经济学家普加斯里拉姆,杜浩瑞兰则表示,贸易逆差在连续三个月的缩减后,在六月出现扩大,这表明推动这些趋势,的一些短暂因素正开始消退,我们预计贸易逆差将继续扩大,斯里拉姆分析说,未来两个季度里,贸易可能会从GDP增长中减去,美联社报到截图,此外美联社环报到趁,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, 中海显示,六月份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,较上月增长了0.9%,达335亿美元,与墨西哥贸易逆差增长10.5%,达到74亿美元,与加拿大贸易逆差大幅增长39.7%,达到20亿美元,报道指出,特朗普今年所做的一系列举措,都并未能遏制贸易赤子,主流经济学家将美国长期来 的贸易赤字,归咎于政策无法改变现实,美国人的消费大于其生产,而进口填补了这一块缺口,今年六月,美国公布了在银行和教育等服务业,的贸易顺差,被225亿美元,但这被688亿美元的商品贸,一池字抵消了, 彭博社预计,美国家庭和企业需求不断上涨,将在费来几个月继续支撑进口,与此同时,由于全球贸易摩擦局势紧张,这一不利因素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风险,很难预测出口将会如何表现, 7月份的贸易逆差数据将受到更密切的关注,因为有迹象表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,正在对经济造成影响,所以,结论只有一个,用一位叫more rewarded的经济分析师的话说,特朗普承诺,他的贸易政策将减少十字,但结果是,他不可能兑现承诺,因为这就是规律,这不是特朗普拍脑袋,想解决就解决的, 哪怕短时间能够缩小一点,但不改变整个结构,不可能有大的变化,有时,反弹还更加强烈,但特朗普不管,与美国媒体斗,其乐无穷,与中国斗,其乐无穷,与全世界斗,其乐还无穷,但特朗普啊,特朗普,与市场经济规律斗,那是要在大跟头的,这种深刻教训,正是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根源, 在这个世界,该吸取的,应该也不仅仅只有一个特朗普。 感谢观看